一命二运三风水 很多人在选房屋住宅或者是希望改善财运的时候都会请教风水先生 越是有钱人就越注重自己的风水 所以他们对于风水的讲究也会比一般人细致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和枕头相关的风水知识 还有一个风水先生泄露招财风水 据说水钱在枕头下放这样东西 想不发财都难 硬币是很常见的 每个人都用过 看似简单的小东西 却在风水里面有着很大的说法 将硬币放在枕头下面 可以起到招财内服的作用 老一辈人认为硬币是一种钱财的引子 有了硬币 大钱也就会随之而来 而且将硬币放在枕头下 在人们睡觉做梦的时候可以和财气结合 这样一来更有利于财气的降临 那么为什么放硬币呢 放纸币可以吗 硬币的面值虽小 却是流传最广的钱财 经过无数人的手 沾染了百家之气 还曲解的说法 比如有些家庭会把二十二五地钱悬挂于家中 或者佩戴于身上 从古代开始 人们在新房搬家的时候 便会在枕头下放几枚硬币 一来是为了有利于家宅的稳固 另一方面从风水上来说 硬币形状是圆形的 寓意着裁员滚滚 而且放硬币的数量是有讲究的 不能随意放 八枚或者十六枚硬币最为合适 因为八通发有点道理 但是要注意多少的问题 硬币用多了 未必是好两个八是十六 十六也是一个比较吉利的数字 但是四个八就是栽了 所以放八个硬币或者是十六个硬币 就是比较合适的数字 那么为什么不放纸币呢 因为纸币是纸质的 很容易损害 尤其是放在枕头下面 有些人会在睡觉过程中无意识扭动 如果将纸币放在枕头下 很容易损坏 而硬币就不同了 不仅不容易损坏 数值也较小 就算损坏也不会过于心疼 在以前有老人的家里 总会说枕头下要放硬币 会给家里带来好运 年轻人就不知道 这其中有什么道理 下面为大家解释下 枕头底下放硬币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 以稳固作用 很多家庭在枕头底下摆放硬币 是因为有的人认为房屋不稳 所以摆放硬币 或许可以起到稳固的作用 这样可以让房屋更加稳固 而且这些硬币还可以起到镇宅辟邪的作用 特别是农村人盖房子之后 基本上一定会在枕头下面放硬币 以便稳固房屋 二 为家庭带来财运 硬币虽然面值都比较小 但是也算是钱财 一般我们都会直接将硬币花出去 将硬币放在枕头底下 也是人们向财神祈求 为家庭带来财运的一个憧憬 希望家里的每个人的财运都非常的好 让物质生活更加充裕 三 图个吉利 硬币本身就是钱 将硬币放在我们的枕头底下 意思就是说 将财气和我们的梦境结合在一起 即便是做梦 也让我们拥有一个很好的财运 这些意思 不管是什么样 都表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和憧憬 但是这样的做法 只是让人们的心灵有所寄托 如果想要得到一些东西 最重要的还是要付出努力 四 稀采方法 在枕头下面放硬币是大多人的稀采方法 他们希望在枕头下面放硬币可以招来财运 不管是正财还是天财 只要能够帮助他们增加财运 他们可以说是愿望实现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招来财运的话 就在枕头下面放硬币吧 这样或多或少都是可以改善财运的 大多数人在枕头下面放硬币是希望可以招来财运 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 只要能够帮助增加财运就可以 硬币的确有着改善财运的作用 而且硬币除了这一个招财方法外 还有别的招财法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试一下 第一种是把十个硬币和携有自己农历出生时间的纸包在一起 然后放在装满水的碗中 再将它放在冰箱冷冻 全部冷冻完成后再拿到屋外 让它在太阳下融化 之后便将水洒在屋子四周 将硬币用红纸包起来放在钱包中 第二种则是坊间流传一法 准备一个竹子做成的存钱筒 每天存入一元 直到存入六十元纸 当存到六十元 使用一小块红纸 写上小财金 偏财出 贴在竹筒上六天 六天后 将竹筒中的钱每天花去三元 等到全部花完后 就会有偏财运的到来 在我们家居生活中 需要多多注意风水知识 如果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遇到不好的家居风水 很有可能造成财产的损失 甚至影响人体健康 枕头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物品 那么枕头有什么风水讲究 今天就为大家详细介绍 再来看看 扔掉不用枕头的禁忌 以及一人睡觉 不要放两个枕头是为什么 给有需要的朋友提供参考 枕头有什么风水讲究 依据人的八字命理 可将人归为几类 如印星重重的八字 观沙重重的八字 财星重重的八字 石上重重的八字 笔截重重的八字等 不同的八字命理 所需要的枕头各不相同 因此在选购的时候 需要根据自己的八字命理来决定 一 如果人的八字是笔截重重 这类人的性格脾气是容易发火 极具主观性 并且与人发生争执 因此日常生活中容易遭到他人的排挤 这个类型的人适合用偏长型 但不大软枕 能有效软化人的性格特征 并且枕头上心好 带有花纹 越多越好 二 如果人的八字是印心重重 说明这一类人 孝顺具有爱心 并且生活中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 保持着传统的勤俭节约 这种人适合使用价格昂贵的枕头 一般注重质感和舒适度 但并不适合用传统的主枕 三 如果人的八字是财心重重 说明这类人喜欢买好东西 并且物质观念很重 难以存下来钱 这类人适合使用硬的枕头 并且枕头不要粗厚 四 如果人的八字是官杀重重 表明这类人的脾气很直 具有十足的领导能力 一般是公司的高管或者老板 这类人虽然雷厉风行 但在不经意间容易得罪他人 因此建议使用传统型 偏柔软的枕头 越简单越好 以偏低偏薄的软枕星号示意 扔掉不用枕头的禁忌 一 我们每个人睡觉都需要用到枕头 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说 枕头是既放头部的方位 也被称为灵魂的定居所 也是连接显示与梦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因此使用枕头的风水禁忌有很多 上文中以为大家一一罗列 二 枕头其实是具有一定的保质期 并不能一直使用 如果长期不更换 可能会引起重铸 甚至引发疾病 比如尊麻疹等等 我们在日常使用过程中 要经常更换枕头套 阳光灿烂的日子 将枕头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起到杀菌的效果 三 使用枕头一定时间后 我们需要更换 不少老人认为 扔掉旧的枕头 是在正午十一至十二点之间 因为这个时候 太阳光强烈 阳气也比较重 避免招来邪气 四 也有一些地方的人认为 用过的枕头一定要及时烧掉 避免被他人减去使用 毕竟这是连接梦境和现实的重要物品 不可以随便使用 不同地区的风速不同 因此扔掉不用枕头的禁忌也不同 一般来说没有科学依据 枕头边不可以放置的东西 一 镜子 镜子在风水中有反射的作用 不适合放在枕头边 不仅容易招来脏东西 还会将家里的财运 全部反射出去 此外 镜子不易对照床 镜子在风水上的作用 主要用来针对对冲而来的凶煞 把煞气反射出去 以免被凶煞冲破而受损 因此 水房的任何一边 若有镜子对照着 都是不利的 除了影响健康和夫妻感情外 还可影响财运 子嗣等 尤其是床尾的位置 更不可挂镜子 因为这块镜子 就像一块射魂镜 会令该方的人情绪不安 刺激人们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 引起人们的情绪恐慌 二 挂画 在卧室的枕头边是可以摆放挂画的 不过要注意两点 首先是挂画的图案 一定要谨慎选择 就比如最好不要挂黑色调 或者颜色过深的话 因为这样 看上去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觉 容易产生悲观心理 也会让你每天晚上都不能安睡 其次是枕头边挂画不能太大 枕头边挂画 虽然可以增加卧室的优雅气氛 但是最好是以轻短小的画为好 切记厚重且很大的画和画框 如果挂钩掉落出现意外 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厚重的话 还会影响人的休息质量 给人一种压迫感 三 假花 由于真花需要养护 时间到了还会枯萎 因此很多人会在家里摆放假花 其实卧室枕头边是不能摆放假花的 假花对卧室的气场会造成破坏 现在很多人还喜欢在客厅摆放假花 假草让人的视觉看上去能赏心悦目 但事实上 男与主人已婚的会出现婚姻问题 单身者出现桃花问题 甚至招惹别人的虚情假意 更加严重的会影响到家人的财运和投资 因为假花假草是不具备生命力的 对家人彼此间能产生好的效应相对微弱 有的甚至会掺杂过多的金属在里面 给人的健康带来隐患 家中的气场也会受到阻碍 假花一般都是由塑料制作而成 将它放在家中是存在一定危害的 因为真花属木 塑料花属火 棉制的花也属木 不同种类的花放在某处就会改变这地方的风水 所以最好要谨慎一些 假花假草大多数采用塑料以及金属丝等物品仿造而成 其所属的五行性质也就各不相同 四刀剑 刀剑虽然有镇宅辟邪的作用 但是一旦放在枕头边则会起反作用 时间久了不仅会扰乱人的睡眠 还会威胁到人的健康 以及破坏夫妻间的感情 床的气场是需要沉浸平和的 而刀剑属于金属利器 只能放在有凶杀的地方镇压煞气 将其挂在枕头边会使床的气场不稳 影响睡眠与健康 五古董 有不少的朋友喜欢收藏古董 但是古董的阴气较重 气场很强 摆放在卧室的话 容易影响居住者的健康 文物或古旧物件都是属于过时的物件 风水上最强调的就是旺气或当旺 而不是接触一些过时的物件 有很多古董虽然值钱 但是现在都用不上了 如果房间里摆上很多的文物或古旧物件 工作上容易没有精神 不受重用 经常会想睡觉 经常做奇怪的梦 不利于健康和运势 财富人人都需要 尤其是在当下功利主义愈演愈烈的社会环境之下 财富更是人们孜孜不倦 共同追求的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财富 享受财富的过程中 并乐此不疲 在他们的眼中 人生不过如此 没钱的时候拼命地赚钱 有钱的时候就拼命地花钱 人生便在这个循环中向前推进 实话说 这样的人生是挺悲哀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皆是由于人性的贪欲所致 老祖宗的智慧告诉我们 凡是要懂得适可而止 知足常乐 对于任何一项事物 拼命地追求和过分地消耗 都是不可取的 古人说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想要追求财富 需要通过正确的方法 就能事半功倍 在佛教的思想观念中 人的财运究竟是从何而来 我们该怎样做 才能赚取丰厚的财富 收获源源不断的福报呢 第一点 大量不失 我们可以观察自己身边 以及社会上的一些 大富大贵之人 他们莫不是喜好不失之人 不失不仅仅指钱财和具体物质的不失 还包括语言 知识 技能等等 能够利他的一切 佛说 财不失得财 法不失得智慧 无谓不失 可得健康长寿 有人说 自己能维持生活 已经很不容易 哪里还有多余的财富来做不失呢 其实 关键的并不在不失的物质的多少和贵贱 而在于自己不失的一颗真心 有了这颗慈悲心 利他之心 在贫穷的现状 也能慢慢改变过来 第二点 完善德行 大家一定听过 厚德载物这个词 意思是 一个人有了宽厚的德行 就可以承载万物 换句话说 你只有打好了基础 万丈高楼才能牢固的建立起来 否则 你拥有的东西越多 就越有崩塌的危险 也即是德不配位 必有灾殃 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 第三点 勤奋精进 儒家文化告诉我们 一秦天下无难事 曾国藩曾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 皆以一舵子之败 一个人为什么在社会中没有成就 没有自己的事业 抛却其他方面暂时不谈 从自身反省而言 你做到了真正的勤奋吗 有的人可能马上会举出反例来辩驳 看看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 农民等等 他们也很勤奋 日夜操劳不停 但是依旧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啊 有这种观点之人 其实是十分片面的 可谓一夜丈母 不见泰山 首先来说 这些底层人士通过自己付出的辛勤劳作 不说大富大贵 一时无忧 是绝对没问题的 比起那些动不动就想要一夜暴富 或者懒惰放逸 不思进取 甘愿做啃老族的一类人来说 已经不知道要高上多少倍了 凡是依靠自己的辛勤努力赚取的正义之材 都是值得尊敬的 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其次 所谓的勤奋是一个广义词 不仅仅包括深勤 还有眼勤 口勤 脑勤 心勤等等 也即使说 不仅要勤奋的去做事 更要善于思考 以此不断改善自己的行为 提升效率 这就需要丰富自己的知识 见闻 结识广泛的人脉 通过名师加以指导 以及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等等了 这样才能使自己不断的前进 去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 所以 有的人以贬低那些社会底层人士 来否定勤奋的思想 实在是很荒谬的 完全曲解了老祖宗的智慧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